过去的十几年 联友致力于原创性办公椅的开发 我们有许多非常好的产品 它们确实保护与照顾了很多人的健康 但我们时常在想 到底今后我们应该再开发什么样新的办公椅 才能更有效地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并保护他们的健康 也可能就是一个健康的导师的一个角色 保护我们的腰椎骨肺来 让我们的椅子更智能一些 减少脊椎上面的那些伤害 这个椅子可以给我更多的一个关爱吧 我们发现 现在椅子的设计 都以具备更多的调整功能为诉求 或许这些调整是必要的 因为能满足更多不同人 在健康办公的需要 但我们认为 这可能只完成了一张好椅子一半的设计 其实还有另外一半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如何让使用者 可以正确调整椅子 并帮助他们 养成有益健康的坐姿习惯 而在过去和现在 全世界没有一张椅子 针对这方面有研究与设计开发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要去完善地去创造的这个50% 根据你每个人的不同的身高体重性别 根据你这些参数来讲 试出来的那个结果 几乎的档位就是锁定在三个之内 差不多每个人在这三个档位之间呢 都能找到他要的档位 是我们Profit这张椅子建议你使用的档位 因为这个是我们通过大数据测试 最终得出的结果 我们很开心联友开发这张Profit 最成功的地方 是具备主动教导使用者 正确调整并养成良好坐姿习惯的原创设计 怎么样实现健康做事 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APP 我们APP里面首先第一个强调的就是 指导用户正确的调节这个机构 根据你最符合的这个椅子的参数在哪里 我教你怎么去调节到这个参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警示系统 当你坐姿不正确的时候 那我可以给你一个相应的提醒 第三大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评比部分 你一天之内按你的百分比来评比 你这个坐姿是否合格优良或者是代改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PP 时时刻刻提醒它 纠正它的坐姿 养成这个良好的坐姿习惯 我们相信在未来 会有更多的椅子像Profit一样 能在调整功能与主动关怀上 具备同样完整的设计 这个是我比较以为好的地方 毕竟的话是以前没有哪张椅子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跟使用者建立了一座桥梁 一座沟通的桥梁 应该来讲是一个化石大的一个 里程碑或者是节点吧 互联网大数据 其实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东西 所以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是要结合 最先进的科技 与人的一个互动的这个部分 相当于是我们连有给大家推开了一扇 另外一扇那个大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